然番剧场,然番啦! 灵染详细说明了计划内容之后,缝隙挂掉了电话,思索片刻,他拿起摆放在操控台桌面的领域学初级上策,开始翻看学习。 灵染这边的田狗县已经步入正轨了,他这边也不能落下,一年后的入学考试还在等待着他呢。 领域学知识更是他往后获取情报的重要利器,身为牺牲县就要为现实县的前进发光发热,创造价值。 庞白曾经说过, 牺牲不努力,现实涂伤悲。 能源研究院,装饰简洁的办公室内,银灵穿着制式服装坐在办公桌前,翻看着今日的能源报告。 这时他身边的空气扭曲,手持玉笛的银发少年身影显现。 去哪儿了? 银灵头也不抬地问道, 姐姐, 我想和小冬做朋友。 说着,银发少年眼中浮现了一丝期待,可等来的却是银灵冰冷的眼神。 说过多少次了,绝对不可以对人类产生任何感情。 可是。 没有可是,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,如果再让我知道你偷摸着接触人类,我会关你禁闭。 你的行为会给我族的未来造成多大影响,你可曾想过。 面对银灵的训斥,银发少年顿时低下头来。 这时银灵的语气缓和,站起身揉了揉银发少年的头发,低下头开口道。 一切都是为了我族的未来,如果你还想再见到爸妈,还想见到曾经的朋友,就要学会银人。 姐姐,为什么我们与人类不能成为朋友? 银发少年在这时抬头,目光直视银灵的眼眸询问道。 我说过,我们想要的东西人类不可能会给,只能抢。 是什么? 少年追问道。 一个种族想要延续,就必须对外做到残忍。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,不可能做到合作共赢。 望着一脸思索的银发少年,银灵微笑道。 最近有看人类历史书籍吗? 有看。 少年乖巧地点头。 那你可知道,人类历史上,如何才能让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变得富裕? 还有一个问题,如果全民都富裕了, 那些最底层的工作,又该由谁来做? 少年听闻迷茫地摇了摇头。 很简单,那些富裕的国家会将最底层的工作交给其他国家的人来做。 本质上,这也是一种变相的压迫。 只有这样,才能做到本国全民富裕的同时,国家仍能正常运转。 这个问题摆放在族与族之间也通用,且更加残酷。 再举个例子,我们银月族掌控着好几座灵矿洞,里面产出的资源供应了我族的运转。 但灵矿洞内充满各种混杂的能量辐射,长期待在地底矿洞内,身体肯定会落下一身病。 但灵矿自然显然还得继续开采。 为了不让族人承受这份痛苦,所以我们拥有了许多其他种族的努力。 这就是现实。 族内的压迫尚有良知,会有一系列的保护法等方式保护弱者,但种族与种族之间不存在任何相互遵守的规则,只存在你死我活的竞争。 听了银铃的解释,少年张了张嘴,最后重重地点头。 待弟弟离开,银铃坐在办公椅上忍不住地叹气。 弟弟的天赋极佳,甚至比他还优秀,唯独太过单纯了。 这显然也与亲人的溺爱有关。 对族与族之间的关系抱有期望,这莫过于是最愚蠢的想法了。 这个想法如果不能得到更正,未来的他或许就会成为种族发展进程中的绊脚石。 银月族与人类合作? 再次想到这个问题,银铃哑然失效。 人类配吗? 就在这时,电话铃声响起。 接起电话来,铃让玩世不恭的声音传来。 铃啊,出来下棋,今天肯定赢你。 对于铃染,铃铃十分地有兴趣,他很想知道铃染在数法天赋的上限在哪。 况且他应该没几天好活了。 想到这里,铃铃当即开口道。 中午老地方见,早上我有工作需要处理。 好嘞。 挂掉电话之后,铃铃拿起桌上的报告,开始仔细地审视。 对于工作,他始终严谨认真。 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能够坐在这个位置上,凭借的是什么。 如果成绩不够优秀,新城最高议会完全有权利罢免他的职务。 混吃等死,显然不现实。 只有做好本职工作才能继续潜伏,给族人的降临创造有利条件。 三天后,星红研究院。 做完学习笔记之后,风期合上了书本。 这几天来,他都在学习中度过的,期间时不时地关注灵燃那边的动向。 这几天,灵燃每天都以下棋的名义,约铃铃见面。 通过灵燃的讲述得知,他现在已经完全有能力在棋局中迎下铃铃了。 但他并没有这么做,他打算持续给铃铃带去压迫感,每次都让铃铃显胜。 这么做,除了往后可以继续与灵奇为借口,约铃铃见面之外,还想试探铃铃的潜力极限在哪。 战斗方面,铃铃背后有着银月族的底蕴,可以完全碾压灵燃。 但是在天赋方面,灵燃完胜。 这一点铃铃显然是不知道的。 同时,灵燃表示,铃铃似乎有很强的好胜心。 每次下棋都格外的认真,生怕自己会输。 这个性格特点已经被他记录了,或许未来会成为突破口。 但只是这样,显然无法让铃铃与灵燃的感情更进一步。 接下来的英雄救美,才是剧本的关键环节之一。 为了救美,伤痕累累的英雄总是容易触动心灵的不入去。 但这也只是计划之一。 这个计划的初衷只是为了让灵燃获得铃铃的好感。 不在内心对灵燃有抵触、轻蔑等情绪。 但想要依靠这个计划,让铃铃爱上灵燃,这显然是不现实的。 现实不是爱情电视剧,不存在狗血的英雄救美之后就现身。 铃铃思考问题的方式肯定会从种族的角度出发。 剧本的第二个环节,就会从这个角度考虑设计。 这一环的计划才是剧本计划中最为核心的一步。 只要这一步成功了,灵燃必然能获得铃铃的信任。 到时候透露铃乐族的情报也就顺理成章了。 但在这一步计划展开之前,风奇决定去一趟虎婆研究院。 不同于有价值的领域弱族联盟,他决定直接将现在掌控虎婆研究院的夜影族给灭了。 接下来的关键剧本,虎婆研究院会是其中的关键。 想到这里,风奇唤醒了跟前的操控台屏幕。 输入网址之后,他进入了虎婆研究院的官方主页。 登陆个人信息之后,他向虎婆研究院发送了参观的申请。 这个申请将是他接触夜影族的敲门砖。 至于虎婆研究院是否会同意,他丝毫不担心。 夜影族渴望人才,按照上一条时间线的情况推算,他的申请很快就会被通过的。 到时候他就可以顺势进入到其中。 毕竟当初虎婆研究院可是特地来到星城学府,向他抛出过橄榄枝的。 希望他能够前往。 现在想来啊,当时招募的背后,其实是夜影族想要借此机会将他控制。 试图利用他为夜影族的未来计划,超级联合术法的设计,添砖加瓦。 让他变成精神奴隶。 这次只要通过申请进入到虎婆研究院, 接下来夜影族就会主动出现在他的面前。 到时候解放虎婆研究院的行动也就可以展开了。 有了前车之鉴,后面的剧情展开,完全在他的掌握之中。 敌人在明他在暗,更重要的是他手里拿了未来剧本。 未来会发生什么,他翻看记忆之后一目了然。 因为他踩在上一条犀牲线的肩膀上在前进。 他这条犀牲线走的路,更是无数个犀牲线的他用生命铺垫的道路。 思绪翻涌间,凤奇抬头看了一眼屏幕右下角的时间。 现在是晚上十点,按照设计好的剧本,黑龙他们应该快出动了。 想到这里,凤奇当即拿起摆放在桌子上的手机, 拨通了星红运输部门的电话。 吩咐准备一辆专车之后,凤奇站起身往星红基地外走去。 接下来,他决定前往凌然与银灵的约会地点,来个现场吃瓜。 当然了,主要还是为了防止意外出现。